做AI动画的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要么人物的一致性难以解决 要么一做大幅度的动作 人物直接变形 动作能不能成功全凭运气 或者呢想做美女跳舞视频 直接换脸别的美女总怕侵权 用Stable Diffusion套模型 硬件搭起来都费劲 但现在一款现阶段免费的软件 可以准确控制角色的肢体动作 不光可以让你的人物保持一致性跑起来 还可以跳科目三 甚至还能打一套太极拳 做各种各样的动作还不变形 今天呢我就将为大家分享 这款软件的使用方法和各类应用场景 感兴趣的话呢就一起看下去吧 我们这次介绍的软件叫做Vigo 这是一个在Discord中使用的新工具 它呢可以让图像动起来 并将其混入到运动视频中 而且啊官方还提供了许多预设的动作可以参考 这是它的官网 点击加入按钮 就可以在Discord服务器上使用它 你可以在FAQ部分查看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工具 左边标注Animate的频道是用来生成的 你随便选择一个就好 输入斜杠 你可以看到所有可用的功能 我接下来会逐一介绍它 通过选择Animate 我们可以给任何图像加上动作 斜杠Animate上传你的图像在这里 一般我建议大家上传比较清晰的全身照 比如像这些 这样出来的效果才有比较稳定的保障 Ocean Prompt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做指定动作 在官网里它列出了许多预设的动作prompt 直接从这些prompt中选择一个 复制并粘贴在这里 然后选择任何背景 可以是白色绿色和原模板背景 让我们使用默认的模板背景 保持Find 2选项开启 开启以后可以保持绝色细节的保真度 但是会延长处理时间两分钟左右 全部填好以后按回车键 等待几分钟 一般是两到五分钟左右就好 因为是公共频道所有人生成的结果都在这里 你的结果很可能会被淹没 那就可以直接搜索你的用户名 这就是最终结果 是不是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工具的好处之一 就是你可以创建绿幕类型的视频 这样稍后你就可以在任何编辑软件中更改背景了 这个操作我在视频的后半部分中会详细给大家演示 除了刚才的动作 我还多试了几个不同动作的prompt 给大家看看效果 我觉得整体动作的还原度真的是非常高了 比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AI视频工具 做的人物动画稳定性高很多 要说缺点的话 就是手部动作有时候还不够精细 然后人物的表情略显空洞 但我们总要给AI一些发展的空间对吧 Mix选项非常适合从图像和参考视频 创建一些有视觉特效类型的视频 写杠Mix 上传你想在视频中替换的图像 同时上传参考动作视频 这里我上传了这个跳舞视频 来测试大幅度动作的连续性 选择绿幕作为背景 并保持这个选项开启 按下Enter键并等待一段时间 这是输出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再试试动画人物的效果 我们找一位动漫卡通的角色 同样使用Mix选项进行生成 这就是我们生成的效果 这样下来是不是距离我们自己做动画片又进了一步 那接下来我就教大家两个创建动画场景的方法 并把刚才我们用Vigo生成的人物动作画面融合在背景之中 让我们来自己生成一个背景图像 这次我将使用的是Leonardo AI 你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的工具 比如Meet Journey 但这次我使用Leonardo AI还有一个其他的小原因 我稍后再解释 打开Leonardo AI 点击图像生成选项 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写一个文本提示 选择一个模型 并完成画面比例等配置 点击生成按钮 这是我们的结果 这些图像看起来挺棒的 很适合我们用来做动画的背景 但是如果我们把刚才Vigo生成的动态视频 放在这样的一张静态图片上面 是不是会显得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僵硬 因此呢我们需要让这个背景的图片动起来 我在这一期讲AI动画视频里呢 推荐了五款好用的AI视频生成工具 其中啊我就提到了Leonardo AI 这也是我们这次选择它的原因 因为在它的软件里我们直接就可以把图片转化为视频 而不需要变化其他的软件 当然如果你之前选择了Mid Journey去生成图片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我视频里提到的其他工具 将图片生成为视频 好让我们使用Leonardo的这张图片 生成一个动态的视频 点击这个按钮生成动作 点击生成 这就是生成的运动视频 下载它 你可能看到别人做的视频中的某个画面 你自己非常喜欢 想要直接用 那我们可以试试AI工具 把原来视频中的物体消除掉 再添加上你用Vigo生成的动态人物画面 这一步呢我们可以使用到Runway 这是Runway主页 在这里选择视频编辑 选择这个Inpating工具 上传你的视频在这里 现在将它拖到时间线 稍微调整画笔大小 涂抹你想要移除的区域 就这样 我们把原视频中的人物去掉了 现在我们用Vigo做好了人物的动作视频 用Leonardo AI或者Runway做好了背景视频 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生成一个完整的视频 这一步呢我们将使用到剪映 打开剪映 把刚才生成的两个视频都导入到时间轴 其中背景视频在主轴 Vigo生成的绿幕视频在主轴上方 选择Vigo的绿幕视频 在右上角画面标签里选择这个抠向选项 选择色度抠图 点击这个小吸管 吸取画面中绿色的部分 然后调整强度 这样我们就把两个视频结合在一起啦 你可以根据画面做一些大小之类的调整 然后最终输出 这就是我们这次做的视频效果 除此以外呢 我也放几个网上大审们做的视频作为参考 希望可以给你一些视频创作的启发 3,2,1,GO! 接下来我和大家讨论一下Vigo生成的这一类视频 我们到底可以用在哪里 1,社交媒体内容创作 如果你是一名自媒体的内容创作者 那你可以尝试用Vigo AI 快速创作出具有吸引力的AI动画视频 比如制作AI动画短片 AI漫画视频等等 而且关于AI制作动画 在我的AI商业实战攻略里面 我也给大家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教程 包括如何写剧本、画分镜、制作音乐等等 大家呢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链接 可以查看课程 这个系列的课程我会持续更新 每次点进来可能都会有新发信哦 2,广告和市场营销 AI时代广告营销的模式越来越多样化 那如果是广告商和市场营销人员 就可以使用Vigo AI创造广告动画 以独特的方式展示广告或服务 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3,娱乐和游戏 这也是我认为最有前景的应用方向之一 过去我们需要对人物制作特效 成本高、效率低 那现在游戏开发者和影视娱乐产业 就可以利用Vigo来创造个性化的角色和动画 从而添加一些新颖的元素 4,个性化的视频制作 即使你没有从事以上任何一个行业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也可以尝试用Vigo去创建一些视频 比如生日祝福、节日问候等等 来创造一些特别的记忆 好,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用Vigo制作了自己的视频 或者创建了自己的频道的话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分享给我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有志的视频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 赚被动收入 最后应该开始下渐 您看看 祝福 按赞 您